凡夫习气很重 要研究 要追根究底 这个态度正不正确呢 不能说不正确 也不能说你完全正确 为什么 过分的执着就变成了障碍 大而化之 凡而容易开悟 诸葛亮读书 不求神结 直观且大义 这是他读书的方法 有人读书的时候 一定要追根到底 把他搞清楚 搞明白 他是不是真的清楚明白了 问题很大 到一个阶段 自己以为搞清楚 搞明白了 他就不能再往前进了 如果再往前进 真的 一切法 其身无敌 任何一法 真正会学的 善学的 是要得定 是要开智慧 这叫善学 这叫善学 有大比丘一万二千人 有比丘尼五千人 跟官无量寿金 那个厂货 因缘 完全不相同 佛应急说法 听动根基不一样 佛讲的就不一样 不相同了 像大夫治病一样 他是什么病 给他开什么药 所以不能居于一个 死于居下 那我们就完全不能了解 佛说法的意思了 该经济上说得好啊 愿解如来 真实一言 凡夫习气很重 要研究 要追根究底 这个态度正不正确呢 不能说不正确 也不能说你完全正确 为什么 过分的执着 就变成了障碍 大而化之 反而容易开悟 诸葛亮读书 不求神结 直观且大义 这是他读书的方法 有人读书的时候 一定要追根到底 把他搞清楚 搞明白 他是不是真的 清楚明白了 问题很大 到一个阶段 自己以为 搞清楚搞明白了 他就不能再往前进了 如果再往前进了 真的 一切法 其身无敌 任何一法 真正会学的 善学的 是要得定 是要开智慧 这叫善学 坚固的执着 障碍得定 分别 也是障碍得定 能够把 分别执着放下 就很容易入定 定中境界现行 好啊 因为那是 心眼量境界 你亲自看到 你亲自记住到 没有一法 不通达明了 古人求学 重在开悟 惊人求学 重在光学多文 路子走的不一样 古人有智慧 现在人有常识 有知识 有知识 没智慧 古人有智识 智慧 智慧里头有智慧 智慧里头没有智慧 为什么呢 智慧的心是清净的 智慧的心是浮动的 浮躁的 不一样 智慧能解决问题 没有后遗症 没有后遗症 知识解决问题 后遗症一大堆 很可怕 中国古时候 做大事业的人 心清净 智慧已决断 谁的事情做得好 做得恰当 现在没有了 随着学会乱 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想得很好 结果做出来之后 变样子 变致 智慧的处理 永远不会变 这是智慧跟知识的差别 所以我们修佛 要修智慧 一定要想 得定会 因戒得定 因定开会 戒就是规矩 是规矩 不要乱来 不要标心立意 遵守古人佛菩萨的老办法 这个老办法 摄方三世 一切祝福 就用这个办法成就的 得定开会 我们今天想一套新的方法 老方法不要了 新方法实验 实验一百次 一千次 都出毛病 那我们就真正想到了 古人了不起 古人的方法 传千年传万年 永远不变 永远不出毛病 你不遵守他的办法 你就会出毛病 为什么 古人的方法 是从自信里流出来的 古人的方法 是真实智慧 像我们这部经生 讲三个真实 这不得了啊 真实之计 就是讲点真如本性 这部经 从真如本性里的流出 又回归到真如本性 真实智慧 真实的利益 这三种真实 你也能不信 想标新利益 我另外想一个方法 你想不出来呀 没有这个能力呀 想出来以为是好方法 做做做做 流鼻就出来了 那问题都出来了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真搞清楚了 搞明白了 还是古人对 这不能不佩服 古老的方法 千年万事 社会安定 人民幸福 不出毛病 这些古身先行 升天的升天了 学佛的成佛了 他不再向我到我 阿尼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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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